这是两位老秦王的梦中相会 这一天,银姬正在贪杯饮酒 突然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腕 银姬抬头一看,竟然是他的父王 银姬瞬间化身海童 看着眼前的银姬 银丝不由的感慨 银姬看着父王还在愣神 银丝却已植入主题 六国合纵公秦,你可有对策 银姬沉默了,他确实不开心 银丝却笑了 不能怪你 银丝笑了,知己难求 银丝正在沉思之际,银姬说话了 但银丝眼神却突然变得冰冷 寡人早已谋话听荡 银丝问他 为何让银丘暗兵不动 银姬笑了,这就是他的计谋 到这份上了,银姬也不装了 寡人这便灭了天子 去了天下 说着,银姬站起身来 他做了太多的事 现在的六国,他们口口声声为了正义 为了巩固天子的位置 其实一个个恨不得吞并六国 自己来当天子,可是他们不敢 所以,他们才拿天子来压我大秦 所以,银姬现在想让他们攻打焚羊 他要在焚羊将六国一锅断了 让天下六国都知道知道 现在谁才是他们的爸爸 至此,银丝放心了 大秦的未来将是一片光明 就在这时,银九求见 可他一转头,银丝早已原地消失 六国之战一触即发 银姬要御驾亲征了 银出征前,银姬挨个询问军事 直到问到眼前之人 此人全家为了大秦 将家中所有男丁送上长平之战 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听到这儿,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 银姬当即将此人连升十八级 平步清云,成为他的副将 他要证明一点 是大秦将士造就了名将 而不是名将造就了大秦 但银九却有辞职之名 说完,他陪着银姬一起登上号令台 全军出发 与此同时,联军攻破了何东郡 何东郡受王纪狼狈不堪 外神想了,就没什么 真傻 赵盛直接笑了 这人脸皮是真厚啊 杀了,干净 王纪匆忙求饶 正安平都能封为武阳军 他也想被封为何东郡 为了羞辱大秦 赵盛提议把他送回去 送给大秦的丞相 处理完这事 赵卫出三王驾到 几人商议之后终于决定 要去见周天子 让周天子下赵书 命六国一同合纵抗秦 而王纪很快被迁到了韩古关 范随人都麻了 前有正安平 这又来一个王纪 他们一个个要把自己往死坑啊 王纪一个接一个的扇着自己 终于感动了范随 范随下令让他进来 王纪刚回来 盈纪就到了 他一言不发走向王座 范随跪到在地请罪 接着 盈纪下令 让盈纪去和其他将领商议对策 然后再来找他 而与此同时 周天子已经彻彻牢语 作为天下公主 他第一次听到有人来拜见他 很快他就见到了诸侯王门 这一次 他们就是要携天子以令诸侯 促成六国关系 但消息传到盈纪耳中 却震动盈纪下怀 看着盈纪 盈纪下令 隐必何为 肥而不公 为什么盈纪这么自信 二十万秦军打十万联军 如果这都打不赢 那真不如回家中递了 接下来 盈纪找来了天子弟 西州君主 西州公 让天子将天子之位 善让于寡人 西州公亲呆了 秦王盈纪真是要疯啊 但盈纪早已等不起了 周公早已被对话吓上 白若目击 这是看透彻了 要么两败俱伤 要么双赢 总之结果已经注定了 西州公下的酒杯落地 他跪倒在地 求秦王饶命 他盈纪却表示 不管我怎么做 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相反 我还会给你厚恩 说着 他走过去一把扶起西州公 不知 西州公 愿以否 看似在让西州公做选择 但其实已经没有退路了 那么问题来了 天子善让能不能成 西公当起叛变 那是相当可行 至此西公带着秦王来到周王井 就在这个时候 周天子驾崩了 盈纪亲眼看到这一幕 这事倒是简单了 与此同时 六国君主共居一堂 商讨功勤之策 盈纪的突然出现 让六国君主心境赶战 他一步步走到中央 他这次要和六国一起聊一聊 六国君主义愤填膺 纷纷要和秦国一决生死 盈纪那时一点都不 为了公平起见 盈纪建议十天后开战 如果你没有援军 可以尽管来 至此 朱王也答应下来 那么盈纪究竟能否胜利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